你好 武器換加6金5 盔甲 這些不用換 斗篷會換納格巴斯的斗篷 鞋子 符石 把這個換成敏捷符石 這個換成智力符石 其他都不變 裤子的部分 這個換成格拉迪用的裤子 這條就不變了 因為這條換了也沒有什麼意義 再往下看 項鍊不用動 戒指不用動 皮帶不用動 頭盔 這個換成覺醒奶頭 其他不動 T恤不用動 手套 這個不用換了 之前有想要不要換愛麗絲手套 其實不用 因為這一隻本身 它這個夠強 直接加暈命去灌就可以了 所以也不用特別換成愛麗絲手套 因為愛麗絲手套本身只有加支撐抗性 沒有加暈命跟暈抗 這個的話妖精用可以增加暈命 耳環的部分不用動 臂甲這個換成巨女王臂甲 手環的部分不用動 所以裝備的部分大概是610 再往下看 裝成裝備 耳環不用動 戒指不用動 夾克不用動 英雄才要換 英雄把它換成雙敏捷 雙敏捷英雄 這個當初這是一般的不用動了 然後光之皮賈克換成敏捷的光之皮賈克 然後技能部分比較硬一點點 因為技能它全部都學了 我講一下技能轉值的幾個重點 第一個有覺醒的要對於有覺醒的 第二個你把有覺醒的技能轉完對應的之後 你接下來要看你的技能有沒有重複的 有重複的技能要轉不然就會被吃掉技能 這一定要注意一下 目前這12345 沒得動了嘛 所以說它的紅技已經基本上綁死4招 等級3的 最後一個我們只能選重擊之石 精準跟污水就是用水晶來學 好這下看傳說技能 傳說技能先看它沒有重複的 所以我們只要轉等級技能 因為這版的妖精主要打的是輸出 所以我會選擇刺穿之石先等級了 因為這個版本的刺穿改強了 所以我會建議刺穿先惡 然後再來另外另外第二個升級我會升級紫雲 第三個才會升級這個精靈之盾 所以我會這樣配置 然後後面兩招這個配置 目前戰地就直接技能全學的模式 那等一下其實這個子技我會改喔 如果等一下我開它那個禮包的名譽幣 開到很多如果能開到900萬以上的名譽幣的話 我到時候會把他這邊的那個技能 有一招會轉成水療精神 所以我沒有先急著轉 因為如果名譽幣夠的話 我會讓他想辦法農一招重複子技去升級 去覺醒他的技能到等級2 所以這個目前我先暫定是這五招不重複的 然後神話技能的話就沒得選啦 兩招直接轉滿 變身技能清技這不用錢嘛 就這個招替換過去就好了 然後這個特殊攻擊 直接轉成妖精拿弓 好這邊就是他技能的部分 516個帶 好那就是四招紅技覺醒 配一招重擊之死 目前買不到的 再來就是三招覺醒止技 然後再配靈魂名戰跟爆風神的精神 那至於要不要變換 就等下看我開禮包的內容 然後熟練度替換的話就是把槍轉成弓 弓箭的武器啊 他的經驗需求比較高 你不論是槍手拿步槍轉 或雷神拿矛轉 轉弓都會降 而且會降蠻多的 每一個轉職的屬性熟練度去兌換 他的降的比例不一樣 有的甚至還會提升 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我們要五個都鎖 你不要只按四個喔 你不要說啊我降了 那我第五個就不要 不行 如果第五個你有洗好 請按第五個 五個拳學 他就會把你直接套用過來 你到時候轉職過去 只要把等級再升回來 他這一條會直接出現 有另外一個方法是可以直接轉了不降等了 就是你先把你要轉的這個弓的等級 吃到一定程度 他兩個轉過去之後會合併 合併之後就不會掉等 總共是一二五七個袋子 大約是八萬五 八萬六千鑽 八萬六千鑽加三千鑽 大概是八萬九千鑽做轉職 蠻多近戰也在考慮 到底我雷神 死神 要不要轉妖精啊 我們來測試一下 這支的面板目前現在是 三二六三四七 然後暴擊70% 觀眾來問我的人 我都跟他說妖精的優點在哪邊 這兩天的觀眾啊 死神啊雷神啊 都因為他們本來沒有想轉的 但是因為跟盟友測試啊 被盟友的妖精轉職之後打爆 他們就直接說好我轉了 叮叮 買卡我要轉 轉完之後雖然 他們要重新搞部分的遠程機體啊 可是轉完他們說打架的感覺 真的就是只有爽 好啦來吧 我們再測第二次 你們再看一下喔 現在的傷害的感覺是如何 走 那我們一樣 技能造交 你們看一下雷神打人 即使是輕便啊 已經到全台服最頂級的變身 頂尖的變身跟機體去打 近戰打的輸出永遠都是一刀一刀砍 你沒辦法像 龍鬥士或者是像妖精槍手一樣 可以瞬間爆那個三段傷害 你不要看他這樣一格一格跳喔 其實每一刀都將近是五百到一千喔 那是因為這一隻的血兩萬多 所以你們會覺得好像打很少 如果是打到一般人身上 我開我的過來 我開我的過來 你們看打到一般 一般玩家 我算一般玩家的 打在一般玩家的身上 那個格子是跳很大一格的 我們來做個對照比啊 你們看七七好像 是不是不癢啊 我們現在找個對照的 這是我的槍手 我們一樣 清暈下去開砍 清暈 止暈 死亡 暈還沒結束就死掉了 這一隻 不是打不通 是因為打到輕便 血太厚了 所以你們看不出那個血條的差距 打一般的人啊 就是一千一千在跳 我怎麼 我先回來 打一般的玩家 我的血量大概是一萬一千多 你打一個一般正常機體的玩家 我防禦326嘛 減免加總是200 快200 那 被這種等級打的話 就直接一格一格 我剛剛的血量是 大概500到1000 這樣一刀 而且是每秒 他每秒不只一刀 輕便每秒可能打兩到三刀 所以我是每秒跳兩三滴血 根本大概五秒內就死掉了 扛不住 所以今天如果你轉了妖精啦 以妖精的速度 每秒可以打出六件以上的傷害的話 你是每秒跳四五千滴血 基本上三秒就可以打到一萬二 直接秒殺了 然後我們再過來再測試一次 來對照組 跟實測組 硬暈下去直接砍 紫暈 應該有人知道為什麼要先接紫暈嗎 因為紫暈會刷新 你看紫暈會紫暈打到會那個 疊buff會刷新重置 雷神是紫暈 我通常會先 我通常先放紫暈啊 好這個大概就是 打到輕便上面的感覺 那我們找對到桌 一般的玩家對照組 再測一次 來清暈下去 一套 清暈 下課 好大概不到五秒我就下課了 基本上這個暈了 因為我是連 我三個暈是丟在一起啊 如果三個暈分開丟啊 我即使按了再生 兩萬滴血一樣會被打到底 因為起不來 所以你們看一下 這是轉之前 的強度 然後等一下我們去轉值 轉值完之後 我們再來測 一樣的地方 再測一次 傷害上面有什麼改變 七七你可以去忙了 感謝七七 好啦大家拜拜 等下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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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